永恒女神 张宇飞 我的滑雪生亚就此结束 好难 比我想象中难了好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6R的Room Town 在过往的节目里面 我们拜访过的家已经接近100个了 但是接下来要拜访的家 或者说我们要突然的一个巨大的空间 依然让我激动不已 在这个空间曾经诞生过非常多的世界冠军 我心中也有一个好奇在疯狂燃烧 这些世界冠军平时到底是怎么训练的 夺冠钱的他们又日复一日坚持着怎样的生活 这里是北体大二期训练基地 接下来我在这里将待上整整24个小时 而身后的冠军宿舍将是我体验冠军企业的起点 相信我无论你想成为何种冠军 好睡觉是第一步 睡觉去咯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冠军宿舍会这么可速 这要从外面看 和我想象中的金碧辉煌相去甚远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房间内部会不会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哈喽 欢迎Room Tour我的房间 这是冠军宿舍 只有冠军才能入住 我是虽然没有德国冠军 但是一直在无限进步的进步冠军 你是什么冠军 出去 也行 来来来都是冠军 这个就是咱们北体大的二期训练中心的冠军宿舍了 整体来说面积还挺大的 三十分左右 这就是北方的幸福吗 真的好暖和 每个房间都有暖气 我进来之后空间也不开 就直接穿单一就可以了 人在上海差点动词 来到北京复活了 这个卫生间里面也很暖和 在上海拉屎的时候 这个马桶圈都是冰的 它后面也装过这个暖气片 这个马桶圈都是热的 不要看这个房间平平无奇 跟我们普通的酒店标件没啥区别 但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床上面 曾经睡过多少位世界冠军 来这个冠军宿舍最值得体验的 就是它这个床 这个床垫明显就比普通的床垫要硬 支撑感会很强 旁边要硬一点 可能对腰的支撑保护才会更好 而且你看它虽然硬 但它不是那种木板房的硬 我曼庙的躺在这里 它是能贴合你的身体曲线的 我来之前听说这个冠军宿舍 不到一年前游泳都是十年前 那种很老很老的床垫 就那种整网弹簧的那种 咯吱咯吱响然后弹簧 还有外露都弹出来的那种床垫 穆斯这个寝具品牌 为了帮助咱们的运动员 更好的备战各种大事 专门为北体大的二期训练基地 换了一整套的睡眠装备 真的是质的分级 这个枕头也是穆斯的 这个枕头还挺舒服 感觉今天晚上应该能睡个好觉 大家参观完冠军宿舍 是不是觉得挺普通的 但是我告诉我 就是这么朴实无法的房间 走出了这么多位世界冠军 在日常训练 睡眠还有饮食等等方面 这个二期训练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明天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大家在二期训练 详细参观 深入体验世界冠军 日常的训练和生活 第二个目标 就是完成 穆斯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冠军课堂 羽毛球 乒乓球 滑雪 水滴 三选一 而且负责教我们的老师 都是曾经的世界冠军 大家猜一猜会是谁呢 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学习滑雪 虽然滑雪我从来没滑过 也从来没有练过 但是我的平衡能力 在1米8以上的大个儿里面 还是非常强的 然后第三个目标 我都特意带了我的游泳装备 明天我们还会见到 三位中国游泳队的世界冠军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能够当面跟他们切磋一下游泳兜弹 想要完成挑战 好的睡眠是比一会儿 如果说睡个好觉 是夺冠前保持好状态的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吃顿好饭 接下来我将带大家 去二系基地的冠军食堂 趁顿早饭 带你看看冠军吃的食堂 和普通食堂有什么区别 哇塞 现在早上才7点多 就已经这么多人在吃饭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是有这个称重区 它能够自动实践出来 你放了多少克 包含着有多少的一个能量 还有这个蛋白质 脂肪 碳水滑物 还有钠 帮助运动员精准控制 每天的摄入量 好精准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食堂 早饭都这么丰盛 酱牛肉 再来一个猪肉大盛包 好像啥都有 早上吃这么多真的好吗 又蹭到饭了 兄弟们 绝对是我蹭看今天以来 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丰盛的 一顿早饭 从古物 到蔬菜到水果 再到肉类 都是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医学研究所的营养中心 专门为运动员开发的饮食 他们还为整个基地 搭建了一套 营养数据库 夺冠前的每天呢 运动员们都会在这里 进行一日餐餐 而且和睡眠一样 吃饭也是最基本的暴障 吃饭就是训练 营养也是炸火 冠军食堂离开科技赋能 整个27基地的训练场馆 看似朴实 骑士内部同样充满高科技 这里是综合风动实验室 这个环形装置长径50米 宽径15米 高达8米 通过空气动力学院模拟各类项目 给运动员带来的风速感受 运动员在这个时候 可以不断微调自己的身体 以达到最佳的运动姿态 同时也可以 以降低空气阻力为目标 测试运动员的服装面料 头盔 雪车等运动器材的优化组合 这个风动实验室帮助运动员们 摆脱了过去训练 受天气影响的局限 训练评测 数据精度都能大大提高 而且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想要做风动训练 还要从国内打了远 可以到国外了 这里是六自由度训练馆 起初用于航天领域的技术 也被运用到了冰雪项目的训练上 通过六自由度平台 还原人们上下左右 旋转等日常运动中的状态 并通过VR显示技术 在室内模拟出钢架雪车 雪橇 高山滑雪 越野滑雪等项目的真实赛场环境 帮助咱们运动员提前了解赛道信息 形成肌肉记忆 同样也摆脱了大型高山滑雪运动 受天气地点影响的局限性 除了日常的技巧训练 更多高水平竞赛的胜负 往往决定于运动员的体能情况 所以在27基地体能馆 我们还能体验到 价格不菲的高科技训练恢复一期 而为了帮助运动员们更好地恢复体能 慕斯还为27基地配备了一个睡眠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里 可以根据运动员的肩宽 颈高 薄围 睡眠习惯等 定制最适合的枕头 还能用仪器测出哪种软硬度的床垫 最贴合自己的身体曲线 定制了专属的睡眠装备之后 运动员们的睡眠质量变好了 他们的成绩自然也就更好了 而且这个服务并不是运动员的专属 咱们大众也有机会体验到科学睡眠的魅力 在慕斯的西安门店 每个人都能用同样的方式 定制最适合自己的睡眠装备 获得最佳的睡眠体验 堂管参考完毕 马上就要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挑战 冠军课堂 而我呢也如愿被分配到滑雪 而负责教我的老师 是中国滑雪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郭丹丹老师 我是进步冠军 你是滑雪冠军 跳舞的是不是 无限进步 无限进步 首先呢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前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运动员 本届冬奥会拿了两金一银的 往后翻的 不是谷爱玲那个项目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谷爱玲 对不对 谷爱玲那个项目 大众是可以参与的 因为它一跳起来横着转 是不是 我们空中技巧呢 是往后转 观赏性很强 就是呢参与性呢 零 不是专业的不能 太难了 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有缘 能相聚在这里 虽然我们不能上雪地上撒花 不过呢这个我们在模拟机上呢 实际上就是非常安全的 在上雪之前呢是一个辅助 由我来呢一会儿跟大家呢 咱们呢做个热审 任何的运动呢之前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热审 把这个筋骨活动热了以后 你在做活动的时候呢 就不容易受伤 在郭丹丹老师可爱的都没口音下 我们关于滑雪的第一课 开始得非常轻松 各堂上的学生呢 包括我啊 大多其实都是第一次穿雪鞋的初学者 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 滑雪机作为入门体验 自然更加安全 从没上过滑雪机的我 最开始也信心满满 但知道我真的上去 我才第一次体验到 滑雪有多难 来我们准备开始 中间压住了 屁股不要往后坐 屁股起来一点 屁股起来 站起来 OK 对 由面骨夹住 脚龙划出去鞋 夹住但是不要往后坐 起来一点 身体直起来 对 对 你感觉怎么样 哦 还可以 是不是还可以 要万一人立起来 万一人立起来 万一扣 不要踩自己的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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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累 放松 越紧张越累 哦 好累 放松 放松 对 两脚可以同时用力 然后不要害怕 屁股稍微起来一点 对 好 现在先把板摆正 对 保住 屁股稍微起来一点 两脚可以同时用力 咱们重心也太往这偏了 对 很好 OK 拿住 好多了啊 好多了 放松 你不要太紧张 越紧张越不好 好多了 两脚同时就要 你不要踩自己的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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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累 我的皮肤能力在 1米8以上的大个儿里面 还是非常强的 我的滑雪生涯就此结束 好难 比我想到这儿难好多 上去腿完全都不是自己的 对啊 你也不听啊 你看 为什么孩子们他那啥 他听 孩子们好教的原因是 孩子们你告诉啥 他就听啥 这就是 你看就是聪明 有自己示威 他也不听 我要他怎么做 我听了 不是我听了 但是我腿想这样使劲 但是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的腿到底是什么 他告诉自己我听 可是我的身体我不听 脑袋跟身体是分开的 跳舞的是不是 我真的现在毫不夸张 我现在已经全身漏漏汗了 哇 好累啊 普通人第一次上学吧 应该 应该就这样吧 但是刚才那几个小孩 好像也是第一次上 刚才老是说 以后出去滑雪 不要说是我教的 滑雪好不好玩啊 好玩 郭老师漂亮吗 漂亮 可以了 不管郭丹丹老师承不承认 反正他这个老师 我今天认定了 也的确是因为他上午 幽默的科普 在我这个门外汗行里面 种下一颗 名叫滑雪的种子 别看我今天上午这么菜 只要有一天 我能用勇气 站上真正的滑雪场 这颗种子就发芽了 传承就完成了 提到传承 其实大家所看到的 北堤二七训练基地 也和传承有关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今天上午看到 所有的训练场馆 都那么像厂房 那么的朴实乌滑 因为它的前身 就是北京二七 机车车辆工厂 在过去 这里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台 建设型蒸汽机车 在鼎盛时期 这里承载了全国吊车机车 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随着产业升级等各种原因 它现在被改造成了 冰雪训练基地 你会发现 它大跨度的工厂形态 是那么适合冰雪运动 曾经的结构和建筑材料 被尽可能的保留 艰苦奋斗 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 也被传承了下来 中国一个国家变化 传承这个词看似官方 但是从机车厂 到滑雪运动训练基地 从郭丹丹到杨柳娃 从一个专业的冠军运动员 到一个普通人 传承无处不在 当然提到传承 接下来有一个地方 我们就不得不去 那就是运动员的摇篮 北京体育大学 那里有三位中国游泳队的冠军 在等着向我们分享 磨灌前夜的故事 来 顺心冠军 轻松无反倒 再来一个 暴富冠军 这个我喜欢 看还有啥冠军 颜值冠军 顺心健康 健康冠军最好 在家睡的香 出门有静浪 我帮大家转一个 大家可以刷个纳幕 你想转到啥 明年就一定是啥 来 大家一起好不好 抱负冠军 好吧 明年大家都能抱负 这个床点好舒服 是个升降床 因为它可以把背部升起来 这个就是观影模式 你还可以把腿部抬高 你家有这个升降床吗 没有电动升降床 赶紧帮大家买一个 这个一个 今天来到北体 向我们分享夺冠经历的 三位中国游泳队队员分别是 永乐2020年东京奥运会 女子200米抵用金牌 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记录的 张雨菲 包揽杭州亚运会男子50 100以及200米挖泳冠军 并全部打破 亚运记录的世界挖王 秦海央 杭州亚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 历史上首位在该项目中 游近47秒的亚洲选手 中国游泳队新兴 潘展乐 三位冠军不仅和我们分享了 他们夺冠后的心路历程 而且还当起了教练 带着场下的观众一起运动 全民运动的火种 勇夺冠军的信念 传承了下来 海洋队还是很猛 这边是与飞亲自压腿 大家给掌声好不好 在活动最后 他们也和慕斯一起 把科学顺便的理念 传递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 相信有专业顺便装备的加持 他们一定会在独冠前夜 拥有更好的睡眠 拿下更多好的成绩 中国游泳队带着我们的自豪 继续加入吧 给咱们国家游泳队的队员们 写一个祝福 我家人写的祝福 也代表咱们的粉丝 代表我自己 无限进步 远离伤病 勇夺冠军 开开心心 希望每一位运动员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咱们昨天不是订了三个模样吗 现在只完成了两个 有点遗憾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在北体大找到他的食堂 然后去蹭一顿饭 看看能不能蹭到哪位学生的学生卡 谈了下地图 这个冠军之路 通向的就是食堂 说明啥 说明啥得冠军 最好叫吃好饭 才是正道 转眼间 夜幕降临北京体育大学 这一次体验冠军生活的24小时 也接近尾声 在最后的时间 我逛了逛北体的校园 借了张达尔同学的饭卡 又在食堂多蹭了一顿好吃的饭 这位同学是练前进的 他笑着向我介绍说 他的偶像不俗比一天 你看 运动员夺冠的意义就在于此 除了个人与集体的荣耀加深 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激励后辈 像他们一样进步 他们会不断激励我们这些普通人 参与到全民健身的浪潮中 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 这辈子都无法站在竞技体育的领奖台上 但这并不妨碍 生活中处处都是领奖台 身体好 你就是健康冠军 每天进步一点点 那也可以是进步冠军 睡得好 当然 你也可以是睡觉冠军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运动员 就是睡得好 我们才能在夺冠前的每一夜 精力充沛 我们才能在夺冠后的每一天 依旧保持进步 让人们睡得更好 不仅仅只是穆斯的使命 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 每一位运动员 最朴素的愿望 也希望屏幕前的你 今晚都能睡个好觉